巴士强奸案让全印度都冗罩在哀伤的气氛中 星期天晚间印度有多个城市为巴士轮奸案的受害女子举行了无声的烛光守夜活动 国大党主席桑尼亚甘地宣布党内不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而印度陆军也通令不得开派对 部分的示威民众则是开始绝食诉求法院要速审这个案件 成千上万的民众参加了烛光守夜 许多民众要求政府加强法律保护妇女安全 路透基金会的新闻机构Trust Law曾邀请了在性别问题上具有专业知识的救助专家 学者、卫生工作者、政策制定者、记者以及发展专家 就是否适宜女性生活对20国集团中的19个国家进行了排名 印度被列为2012妇女禁欲最差的国家 印度首都新德里更有强奸制度之称 目前新德里已经有一份把强奸罪定为死刑的请愿书收集了10万个签名 据了解 新德里是印度主要城市中性犯罪最严重的 平均每18小时就有人举报一起强奸案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 强奸案的数量在2007和2011年间增长了将近17% 印度民众愤怒浪潮的巴士轮件案发生 在12月16日 当天一名23岁的印度伊坑女学生与一名男性朋友看完电影后回家时 在巴士上遭到6名男子用金属棍棒殴打 脑部受到重创 同时遭到多次轮暴 随后被当局紧急送往新加坡救医不治身亡 在她去世后 这6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30日 受害人一体进行了火化 并举行了低调的葬礼 新长人记者林一综合报道